仙女 真乖 让你叫就叫 今天早上我妈打来电话 说她完全撒手不管了 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 唯一不变的 就是要满足她对婚礼的要求 我想了一下 婚礼的事情可以交给妹妹 还是做餐饮的 人头熟 应该可以拿到不错的折扣 这是我妈唯一的要求 我就没好意思拒绝她 你放心到时候婚礼的钱 加了一万一半 不用你完全负担 好啦 你不要太有心理压力 来 其实呢 这满足了我妈所有的期待 还有啊 你想要个怎么样的婚礼啊 我其实对于婚礼 没有期待 你想啊 我们家 我爸 单身我两位哥哥 我们家已经结了五次婚了 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 已经完全超标了 我就不想再去凑乱了 而且啊 他们婚前婚后的生活我也都看了 没有一点是指责我投身婚姻的 所以我怎么会期待自己的婚礼呢 我有礼物要送你 嗯 我看财神 平时老是自己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所以就给他找了个伴儿 为什么突然送我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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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升到十一楼 你功不可没 嗯 我想了好久呢 我想呢 你这个人清心寡欲的 也不知道要送你什么 只好从财神下手了 来 取个名字吧 就叫他寿欣 我爷爷要是还在世 都会比你洋气一些 那你来喽 我想叫他仙子 熊贵啊 为什么叫仙子 因为他漂亮呀 漂亮又不分男女 你要是漂亮我也叫你仙子 我为什么跟乌龟比啊 众生平等啊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呢 你可以叫我一声仙女 你叫一声听听 仙女 又被你掏进去了 真乖 让你叫就叫 上班了 仙女上班 我来收拾 谢谢 杨怀你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完美的丈夫的 筹备婚礼的事交给你了啊 主要你一定可以做好的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加油哟 给你点个赞哟 拜拜 财神和仙子 也挺配的